好 再介紹一下 大家如果 那台下有很多年輕一點的同學們 這些弟弟 哥哥弟弟們 你們最喜歡看漂亮女生 那個空姐的徐維銘 謝謝 謝謝 我叫徐維銘漂亮 來 大家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徐維 我是廣播界 謝謝 我不靠臉吃飯 但是今天露臉應該也沒有太難看 太美了 廣播這次會是好 謝謝 好 真厲害 今天又翹到一個人來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頭銜 很棒 剛剛有秀場甜心謝晶晶 金曲歌王翁立友 這一位豪記唱片 台灣首區一直最棒的 台語唱片公司就是豪記 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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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記的小甜甜 這個人厲害了 唱歌到家裡的人很多 不是你要能夠唱到出片 過五關十六下 真的喔 林良歡 豪記 小甜甜 林良歡 歡迎 謝謝 來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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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台湾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林良歡 大家好 我們相信有很多 愛聽台語歌的朋友 都一定很愛聽妳的歌 真的嗎 對啊 不敢聽嗎 林良歡 討人喜歡 會不會很歡 應該是我媽比較歡 你媽比較歡 對了 像林良歡出來 我就想到一個很厲害 在歌壇 以前很厲害的一位 林良樂 你知道她嗎 我知道她 唱冷靜情深的主唱 冷靜情深 冷靜情深 知道的人 代表懂音樂 太好音樂了吧 懂音樂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對啊 但是其實我跟她的年紀 跟她的年代也有一點不一樣 想說當妹妹也差太遠 對啊 那有人說她是我媽媽也不可能啊 媽媽也不可能 怎麼可能從母性呢 來講到這個 我跟妳講的故事 是 我有一個朋友 她是最愛很勇敢的女人 她嫁過三次老公 是啊 她有三個兒子 然後我就跟她說 你大兒子好乖喔 教得真好 叫什麼名字 大兒子叫志偉 二兒子也很機靈 你二兒子怎麼稱話 他叫志偉 三個兒子呢 也叫志偉 有 你三個兒子都叫志偉 我才知道的時候 你叫什麼 他們不同姓啦 所以我們台下有人叫志偉嗎 志偉在哪裡 有道理 志偉 志偉 不是書偉喔 書偉在哪裡 我現在問志偉在哪裡 有志偉嗎 搞不好真的有人嗎 真的 真的有人會叫志偉 所以說有一個太太 她三個兒子都叫志偉 怎麼認呢 打不同姓這樣子 可是我確定 叫靈良都很棒 我沒有講真的 我沒有講不好的話 靈良樂 對 靈良觀 所以靈良就是棒 沒錯 真的 夏天就要靈良 哇 太厲害了 而且 而且台下晚上叫靈良 對 靈良卡號 對不對 就靈良的 喝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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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名字也算是一個 真的帶來給大家歡樂的名 所以靈良就是讚 對 沒錯 十全言就是讚 對 十全祖師就是讚 讚 那麼良歡也為我們帶來的一些曲目 是 是 好有誠意喔 是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這個舞台的笑臺就交給良歡了 好 謝謝 歡迎來光臣吃下去 謝謝 歡迎 帶來第十五天的歌曲 不是我們將會二節 好麥的成名座 新的歌